Hello,大家好,今天是7月23号2021年 今天聊的一个话题是关于税收抵扣 因为这个问题是我在微信上面一个朋友 他来问我,那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那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问题 那在话题开始之前还是国际管理老规矩 这个免责声明来一波666 好,话不多说 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样的问题 这个朋友他来问我说 听说,你当然也是道听途说的嘛 他的朋友跟他讲说养宠物的费用是可以抵扣在税表上面 是不是真的 那当然第一时间他来问我 我做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 我好像有听说过,但是不敢确定 后来我去查了一下资料 确实确实养宠物的费用是可以抵扣的 但是他是有个特殊要求 而且抵扣是在你的这个Schedule A 就是所谓的Itemized Deduction 中文应该叫做分项抵扣额上面 它是作为一个medical expense 而且大家都知道你要发动这个medical expense的话 它实际上是要有一定的要求 就是首先要超过你的7.5%的AGI之后的部分 你才可以抵扣在你的Schedule上面 那我们来看一下进入到网页 看网页的这个环节 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样的要求 才可以让羊宠物的费用作为税务抵扣 然后我就可以把这个PPT给关掉了 好的这个呢就是我在IIS的网站上面 publication502而且挺新的啊是针对2020年的medical and dental expense里面 它所讲的里面有一条是可以把羊宠物 不单单是狗 我们第一时间讲到想到就是比较common的宠物就是狗 而不单单是宠物 有其他的这个animal 它都是可以把它作为medical expense去抵扣的 我们看看是什么条件 在这个我之后会把这个网页贴在内容底下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好是在这里 OK 回到上面 好就是这个 就是guide dog or the other service animal 好我这放大一点大家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OK 这一项502 publication里面也有讲到就是包括你你可以把它放在medical expense里面 包括你购买呃培训然后是maintain a guide dog或者是other service animal 呃就是to assess a visually impaired或是hearing disabled person 呃简单意义来讲的话就是哦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service dog有没有研究或是有没有听说过 呃这个因为我们家附近有老人公寓啊所以他里面有一些就是视力不好的或者是有呃就是啊blind呃就是啊盲人或者是呃有一些需要一些帮助的他们会有的时候还会养一条导盲犬 这这个导盲犬就是service dog你不要小看这些导盲犬他们是有license的他并不是说我随便在市场上面买一条狗就可以把作为导盲犬不是这样子的那首先第一点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定义啊就是说这个service animal他是怎么去定义的那我就呃不讲宽 哦不不打展开讲我就讲一下这个加州这边关于加州的service dog的要求 OK呃这个网站是service dog certification.org他是有一个像一个协会一样的而且是加州的呃他有具体的这个service dog的要求如何成为service dog 那你成为service dog之后呢呃狗是有发牌的啊狗也有certification就是证明说你是可以呃 这你家狗买来的狗是可以成为service dog of 好我们再看到这边 他这边讲什么是一个legimate就是一个合法的service dog certificate首先第一个step他我稍微过得快一点因为这些网站大家都可以查到而且我之后会贴在我的视频下面大家都可以去参考一下就是有没有人需要呃 第一步当然肯定是要train ok然后呢你要做legal education你要了解service dog的法律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呢就是呃要train你要practice practice你要怎么train你要在家里train在公园train然后你还要去一些就是公众场合让这些他们这些狗其实是非非常呃 因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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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遇到过service dog他们这些狗真的训练非常有素就是呃这个乖到不行啊这个是真有上过课的就不一样 然后另外就是要获得这个service dog certificate ok 然后就可以执行这个service dog的的工作那完成这一系列你拿到这个certificate这样的话 你养狗你包括你看这边有such as food对不对in general it includes any cost such as food grooming然后是对veterian care然后还有一些什么health啊什么之类的 他只要是这个service dog perform duty的情况下他都是可以拿来递扣的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有意思的那我们回到我们刚才就是我朋友他问的这个问题就说养宠物费用可不可以抵税呃比较官方的回答就是it depends呃是有特殊要求的而且抵在哪里呢如果是可以抵的话抵在哪里抵在schedule a 他属于medical expense因为他是他要一定要记住这是service dog呃还有一点稍微比较注意一下啊就是 这里讲讲的是service dog就像导盲犬guide dog或service animal他们不代表这个这一点非常重要我后来又去查了一些资料就是说service dog不代表therapy dog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therapy dog有了解就今天有点偏向狗的就是话题啊就是therapy dog therapy的dog就是有点像那种就是你养一条狗他也有经过训练然后呢他很听话他可以去安抚一些比如说战后 然后综合症呢就是症候群的人就是他们特别需要跟动物去去玩然后他让他会心里比较有安心或这些的这所谓的therapy dog那这些therapy dog他不属于这些service dog里面呃这个具体的话大家可以去查一下我只是这边提醒一下因为呃很多人会怎么说呢会比较投机取巧的他会想到就说 哎那我如果是养一条therapy dog的话呃我可不可以作为这个这个deduction可以拿来用啊那答案是不行的那具体的话我也会去呃帮大家去查一下具体的他那个他的这个service animal的定义啊但是我个人觉得了他呃 呃is给的这个guidance已经非常清楚了就是说他是有帮助导盲或者是视力有听障的人的呃而且是有physical disability的他不代表就是说我今天是得了战后那个症候群战争症候群那我需要therapy dog对不对我呃这边应该写的定应该写的比较清楚那当然就是呃 呃税法这个东西就是他有一定的宽度也有一定的他的specific要求了呃那今天就讲到这个这个这个羊宠物费用可不可以抵税啊呃呃所以呃呃所以说这个问题其实问得非常好非常有意思因为我相信这一条大概很少很少有外面的会计师会呃会 想到啊除非是呃喜欢啃睡法的人就是会把他这些东西要把它给背下来大家才会知道说哎这边有突然间有一条而且他占的这个篇幅很小呃我给大家你看我把说回去 整个medical expense他有这么长这么大一大串他里面就是呃就这么小的一小段他是指这一块所以有很少的会计师会去发现这一块那今天也是因为我这个朋友他提了这个问题 我才会去查呃呃因为我之前有做过好像做过一个case是这样子但是呃这东西非常少就是非常稀少的情况下会有遇到这样子所以我稍微有点印象呃然后我再去一查呃原来核实了我的猜想那当然这边就是他还有medical expense大家都知道这个7.5% AGI啊那个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好了啊什么是所谓的7.5%的AGI我们今天拿个计算机假设你的AGI就是adjusted Gross Income如果大家打开税表的话在税表的LINE111040的第11行就会有一个出现呃这个数字叫做adjusted Gross Income呃他这个数字首先你要发动这个medical expense的话你首先要7.5%的这个AGI也就等于说我们假设你的AGI是呃10万好了对不对那0.075的话你的medical expense首先要超过7500然后7500假设你的这个medical expense加起来的话有9000那减掉7500那剩下1500是可以抵扣了就是可以把它放在你的scheduleA上面可以作为抵扣 呃这个条件是非常可可的啊7.5%已经算是好的了以前还是10%所以呃这个这个东西你要把它发动说真的其实很难在美国你说我花到医疗费 当然有可能养service dog你这个花费在狗的身上你包括你去带他去呃狗呃去美容啊然后去饲养他包括trainer那些钱有可能超过7500 呃以AGI10万来讲的话那一般来讲你生这个病要得生多大那个一下子这个医疗费7500说真的确实是非常大呃这个这个就讲到一个跟这这不是跟税有关了这个就讲到人生的话题了就是说你今天医疗费都花到这么多的情况下了这个抵税呃你帮你抵税的话说真的真的意义不大 因为老实讲健康跟钱之间还是健康最重要所以这个东西只不过就是呃发生了看到这个东西跟大家稍微讲一下算是算是闲聊吧 OK那这个宠物养宠物是否可以抵税的这个话题呢就讲到这边那如果大家想要知道呃 嗯其他的一些税务抵扣费用呢可以把问题打在下面的聊天框就是回复呃视频的回复的天框里面那我看到尽我所能如果我知道的话我尽量帮大家解答那如果我不知道的话我会很明呃就是很明白的就讲说我不知道不好意思你要去去找就是其他的会计师问一下他们是不是了解那好那今天的话题就讲到这边那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就麻烦点击订阅 然后喜欢嗯包括推荐给你们的朋友转发给你们的朋友那就讲到这边了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